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龚翔宇有可能会选择继续休战 毕竟接下来对阵日本和巴西的比赛才是关键 对于蔡斌指导来讲 王孟杰 王云露等队员状态的上升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龚翔宇的突然受伤 令中国女排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阳 龚翔宇能否付出龚翔宇的突然受伤 令人始料未及 在朱婷和张长宁无法参赛的情况下 龚翔宇如果在缺席接下来的比赛 中国女排要想争夺奖牌 将变得更加困难 龚翔宇能否付出 将直接决定中国女排本届世锦赛能走多远 不过 考虑到本场比赛的对手哥伦比亚队 实力比较一般 因此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 即使龚翔宇的伤势已经恢复 达到了参加比赛的要求 也不应该让他打满全场 因为后面的对手实力将越来越强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陈佩妍或首发出场龚翔宇如果继续无援首发 接应位置上蔡宾会如何选择 还有很大的悬念 首轮与阿根廷的比赛 蔡宾选择了由王毅竹来扮演龚翔宇的替身 但是从实战的效果来看 王毅竹的表现并没有太多亮点 本轮对阵哥伦比亚 对手实力有限 蔡宾指导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做出改变 陈佩妍将迎来机会 上一场陈佩妍在两点换三点时曾短暂出场 虽然其出场之后 中国女排遭遇了卡伦 但是卡伦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一船不到位的情况下 给二船的传球造成了影响 而且陈佩妍出场时间过短 不能用短短三五分钟的上场时间 来评价他在场上的发挥 王梦杰的状态能否持续重返国家队的王梦杰 上一场进入了主力阵容 之前饱受争议的他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中发挥抢眼 在一船和防守环节为球队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婷和张长宁缺席之际 球队的一船体系等于推倒重来 在李盈盈需要承担主要得分任务的情况下 需要自由人更大的一船和防守覆盖面积 来保障他的进攻 至少从首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王梦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希望王梦杰能将状态持续 否则李盈盈在一船和防守的干扰下 进攻也会受到影响 刁林宇的传球质量有待提高首场比赛 刁林宇的发挥只能用重规重矩来形容 一方面 他的传球意识确实不错 能经常为攻守创造出一对一甚至空网的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 刁林宇的传球质量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尤其是传向四号位的球 李盈盈扣起来非常别扭 经常会看到李盈盈完成扣球之后坐倒在地上 这无意增加了他受伤的风险 丁霞由于年龄的影响 如今他的体能和状态已经无法胜任首发的要求 元新月需要在篮网端发力 元新月有着超过两米的身高 中国女排需要他在往前给对手制造压力 首场对阵阿根廷 元新月贡献了四次篮网得分 不过由于对手实力平平 因此这项数据的说服力还不是很强 后面的比赛 元新月需要在篮网端持续发力 帮助中国女排建立网口上的优势 而且 元新月的被非进攻也需要加强 作为之前中国女排在战术进攻中的一个重要得分方式 今年元新月使用的次数却屈齿可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